汇年时间,坦着的罗女,空女故事 这幅作品的创作者仍然是西班牙绘画大师毕加索 他创作的模特仍然是多拉玛尔 上一集我们专门介绍过毕加索所绘的三幅多拉玛尔的肖像 那三幅画的创作时间是他们认识的第二年 而面前这一幅创作时间是他们分手的那一年 1943年 这幅画现在保存在巴黎的毕加索博物馆 话说多拉玛尔是毕加索一生当中可以称得上是红颜知己的女人 在她陪伴毕加索的几年里 她用她的相机记录下了画家的创作和生活 包括她创作她最著名的画作格尔尼卡什的状态 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相识之初他们无话不谈 分手的时候却不欢而散 在分手之后又过了五十多年的时间 多拉玛尔以刺杀为手段 给生命画下了黑色的句号 令人唏嘘感叹 汇宁时间 把国巴黎 好像有个人的照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照片 带我们的照片 我们的照片 我们的照片